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会出 应该会出席的包括英国的这个Trisad May 他说什么会议 什么会议 就是一带一路的峰会 一带一路的峰会 那我从这一点看起来 就等于说中国本身呢 他也在安排着一些措施或者一些政策 来应对这个美国的这种制裁 包括就和一些周边国家合作 包括你刚才提到这普京嘛 对不对 虽然说美国他就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就这个这个欠这个什么 这个外债啊 一千五百五百多亿的 对不对 他虽然是给 不不不不不 外债很严重 他的外债也可能接近两三万亿美元 那那我想说的一个东西 重点不在这边 而是说现在中国呢 他也尝试拉拢普京 而普京呢 好像也没有去去去说 拒绝中国的这个拉拢 所以我想说就是 虽然说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可能他就让普京的这个方便 但是呢 普京我觉得他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两头都吃 他跟中国也好 跟美国也好 一对他没有 没有坏处的嘛 这个这个错 我这个是刚才有错 过去六七十年来 这种一九五十九年 这个苏俄当时的苏联啊 撤出中国 直到最近 这个这个普京啊 几乎是坏的关系 坏的关系 多过好的关系 跟中国嘛对不对 对啊 嗯 到其实这个 这个吴景涛的时候 才第一次签这个编辑协议 把中国的两百万公平方公里的 这个在新疆 那个新疆那一带 内蒙的那一带的土地呢 真正让中国转给 转给 转给俄国 是 所以 他的故事就是 现在更严重是因为 这四年里面呢 普丁发生很严重的金融危机 嗯 他对欧盟跟这个美国制裁 嗯 所以他的资产 很多资产 最少几千亿美元的资产 被欧盟跟美国 美国手上有一千五百多亿 嗯 那么被冬结 这个冬结就告诉你 普丁满身债 欠了六千多亿美元的外债 那么他这家 不是他的政府 而是他的这些大的企业 他没有办法去还这笔钱 所以当时 当时的那个 俄国的 卢布 掉到历史新地 是 从38掉到82 当时呢 中国 就是四年前 跟习近平以前的很多费业 都被违约 是 就是不要还钱 不要还钱 不要买他的东西 让普丁啊 不懂怎么好 所以现在 普丁知道中国不可靠 现在费业可以 可以违约 卖自由 卖汽油 当时普丁如果是 卖给日本的话 这一笔钱已经 每一年 千百多亿呢 都给了普丁 因为这样呢 加上啊 加上这个是普丁的现实 普丁的前途呢 可以就是稳定了 国内的形势 加上呢 欧盟呢 今天呢 有个所谓的北业 特朗姆也讲得很清楚 特朗姆呢 必须要把美国的责任 减低 所以他们甚至讲 北业现在 就是默克的国的总理 自己讲的 我们必须要承担 因为这样的普丁 对于这个欧盟 北业他没有接近了 是因为特朗姆的关系 从外交 从金钱 从这个军事 普丁就是 这个特朗姆就是普丁的 救星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呢 他不可能跟中国 好到什么程度的 我们看 我们看过一个现实状况 刚刚我们一开始是提到说 其实只要有利益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 那现在情况是 美国 就是川普 普京很聪明 他知道川普 就要拉拢跟他的关系 所以才会解冻那1500亿美元 那当然 他现在就像您说的 他国内呢 面对这个经济的状况 他们整个都有 这样很严重的外在 那既然这1500亿美元 不见得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那中国本身 既然也要拉拢我 那会不会 我也是借助 我跟你讲 现在美国要拉拢我了 那你现在 你中国你有什么样的表示 没有 中国 中国在你 如果是朋友的话 中美 普京最严重的 最面对最大的挑战的时候 就是如不 垮到 变到82十亿美元的时候 中国没有出手帮他哦 嗯 是没有 中国跟俄国 也有这个所谓的 货币交换 那个协议哦 中国没有执行过 但现在是来到利益 利益关注啊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利益嘛 我最 我最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不是我的朋友哦 嗯 所以普京怎么能够 普京怎么能够 去相信中国 在将来会帮他的 当时特朗武的还没出现啊 嗯 嗯 嗯 所以会不会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 我就说了 就是说 他现在就看到这个利益 现在他就拿住美国 可以解冻这1100万亿美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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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看到当 不是看到当前的利益 那个利益呢 是长久的 这个情况呢 就跟当年呢 尼克森去跟毛泽东 握手的那一刻 嗯 普京 这个特朗武跟 跟这个普京呢 这一次要和好 电话上讲了很多了 嗯 就是相等于当年 呃 那个利益 尼克森看到 这个珍宝岛事件 嗯 苏联跟中国冲突了过后 是 这个冲突相当严重的啊 整百万的苏联的红军 跟解放军 几乎在对壤 整个中枢边境 嗯 甚至有人 建议就是苏联的一些 将领建议 用核子武器的啊 很严格 很严重的 当时的林彪 跟毛泽东说 你应该撤出北京 嗯 所以当时的情况 可以说 这五六十年来 从毛泽东的长征 之前 1937年 当时的 这个史泰林呢 就要左右 中共的领导 几乎把毛泽东给干掉 到1959年 到了1959年 俄国苏联撤出中国 69年 珍宝岛事件 79年 啊 邓小平自己决定去打越战 打亮山战的时候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苏联的Brujnev 当时就是准备在 北越 部署这个导弹 嗯 其中一个理由啦 那更重要的理由是中国 邓小平刚刚稳住矫正 刚刚把花国风给干掉 所以呢 他要稳定矫正 就通过一个对外战争来稳定 到了89年 89年 第一次这个 哥尔巴乔夫去访问北京的时候 他的还没有倒 也差不多要倒了啊 那么当时 中国对 苏俄还是苏联的那种看法 还是有戒备的啊 因为当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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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尔巴乔夫走的就是 民主路线开放 Paris-Toyka 跟他的这个 这个 Paris-Toyka跟那个 跟这个 这个什么另外一个 忘记的 他两个开放 经济开放 政治开放 第一 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一个最大的共产党的老大 搞的是经济开放 政治开放 中国当时经济开始 开始改革 还没有完全开放 但是只是农村开放 那么他的政治肯定要涨 我又一老天 他们之间 所以中国是很怕 苏联的影响 嗯 到了90年代 就是92年 93年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不知不知道 小伙伴被干掉 苏联啊 还真的是 走自这个自由民主 就是自由选举的 制度的时候 当时的 那个 那个总统 几乎就是跟 啊 美国穿一条裤 他们是用美国的方式 去开放他的经济 啊 把他的那个 那个食音化 彻底用美国的方式 嗯 一直到普丁为止 嗯 所以简单的讲 过去五六十年 中枢的关系 时好时坏 坏多个好 那那 因为今天 今天这样看到这个情形呢 中国的宣传 不但讲俄国是我们最好的 盟友 这个都是宣传 中国的宣传 那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我们怎么去解读 因为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报道 就说俄罗斯大使啊 他的这个 呃 他们就说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呃 五月将会出访中国 计划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进行双边反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 我们要怎么去解读 俄罗斯那一边 不用去解读啦 俄罗斯普京最最辛苦的时候 最需要钱的时候 中国有些协议都不要做 所以你来谈什么 嗯 谈什么你可以告诉我 就是给多点钱啊 你不给钱谈什么 谈的话没有意思的 你知道普丁跟这个阿伯谈了过后 阿伯就马上跟他签这个 这个石油跟气体的 那个那个新的学艺 马上就出钱 嗯 你谈什么 所以这个外交呢 我们不能够当然 他要讲话就可以了 讲话是重要 但是最后的实际东西 就是贸易钱 嗯 所以如果没有实际的这个直接马上 有这个交易 那么现在没有这种战略的需要呢 当年苏俄的时候跟中国 同样是共产主义都可能会分裂 嗯 今天呢 根本没有所谓共产 而且两个多国都是走民主路线 极端的民主路线 啊 中国走的大中华民族主义 苏联走的就大俄国 俄罗斯民族主义 啊 可能在一起吗 嗯 还还看那个利益怎么怎么去配啊 就是看你的利益咯 你的利益就是 中国中国不可能在这时候 中国自己的金融这么危险的时候 去用钱来去帮忙普及 这不要谈浪费时间了 那我们看 看中国的本身呢 中国本身需要很多的外费储备金 嗯 中国的外费储备金减少的这么快 嗯 降落的这么快 中国自己担心 所以它可以让几十万的中国人手拿着这些信用卡 外国的信用卡 不能够进酒店 不能够在餐馆吃东西 几乎像一个乞丐 是 几十万的中国人在外国 只有外国的卡 这个City Bank的或者是Mastercard这些 有些是没有银联卡的 嗯 不能够有饭吃 不能够进去hotel住 这样是什么 样样那个强的大国 大国的国民 竟然像乞丐 嗯 就告诉你中国的金融形势 十分的严酷 甚至比俄国的更严重 那他还有很大笔的外费要还 那 资金大量外流 那如果照您看来呢 中国如果面对美国的这样制裁呢 接着他们能够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目前看到是他尝试就是拉拢了其他的国家 一起来配合 包括像英国 那已经要脱欧的这个英国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中国还能怎么去应对呢 我都跟你讲了 当这个 这个特朗普所说的 不服不承认一个中国的时候 You don't tell me who I can take the call from 他就告诉你中国人 你尽量可以做你的 中国的第一个反应是核子武器 嗯 还有什么能够做 你讲了 如果没有 你只能够制裁 你只能够制裁 在中国的美国的企业 对呀 在美国企业受到你就载他们走啊 你可以不买你的iPhone 不买你的很多美国的产品 波音你也可以不买 嗯 好了你不买没问题啊 美国会受到一些畅伤啊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很需要科技 中国需要外资 中国需要外资企业 嗯 你逼他们他们走咯 现在你不要逼他们了 你的华 你这个这个iPhone的这个 iPhone的Foxcom 本身都去 要去美国在市场了 去印度市场了 你Foxcom的iPhone的制造商走的话 你要损失多少十万个工作 所以现在中国 他近几年来 一直都在发展 他的内部的一些 呃 这个科技啊 而且他们国内的内需 其实也慢慢的在扩大 而且他们也尝试在东南亚这边呢 他的科技成功 他的内需的 真是失败 中国经济的翻头嘛 嗯 内需的重整 很慢 嗯 那么第二点呢出口呢不断的在降 嗯 第三呢投资 投资这一块呢 私人企业几乎接近 零售的买地产一些帝王 帝王也不是私人企业买 是管企买的 那么他第三个投资呢 唯一可以走的是搞机舰 不断去建新的高铁 嗯 不断去建新的新的海港 嗯 但是这些能够建到最后像日本这样九十年代 大量建的没人用 这很多高铁呢 登记一些报表就是啊 没有人用的啊 今年的时候 一号位二号位没有人用啊 他这样的价钱他还是没有人 而且叫他以盈利来盈利来收的话 人在亏钱还在赔钱啊 嗯 他可以搞啊 飞机场可以搞桥梁可以搞这个高铁 像日本当年这样 最后呢 大堆的钱丢去这些地方呢 他自己的效应呢 就是五块人民币就叫一块GDP 可能现在是六块钱人民币就叫一块GDP 我们一块的Ringit 我们可以制造Multiply Effect 两到三块钱的GDP 中国今天的情形在三年前已经发生了 就是用五块钱的投资就叫一块的人民币 今天是六块钱的话 比如说 那么中国现在面对的是经济 当然还最近是这几个月里面出去来好了 BPI都好了 总的形式中国在向下 他是靠着大量的接待 overcredit 中国是全世界印最多这个钞票的国家 靠近的接近他的 他的总生产的200多巴仙 比美国的double 比日本的double 那么中国最大的信贷的成长 接近他总他的GDP的可能340巴仙 有人说是300巴仙 最近的数据中国的一些专家 不是大中国的专家 UBS的光头 这是中国的 他说最少280到300 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问题 只要特朗姆可以应用他的货币政策 当然是Fender 用他的贸易政策 中国随时因为这样受到中创 中创 中国反击的话 要反击这些中国美国的产品 对于他 这是双面倒来的 有好有坏 那如果我们应该从一个正面角度 还是负面的这个角度来看待 这个川普的经济政策 对东亚的影响呢 很简单的讲 就是TPPA最后一定成 第二点呢 他一定要控制东亚的这个贸易 他对东亚 但是对澳洲是不太友善 但是最后他会对澳洲友善 那么对印度呢 特别友善 所以印度的那些 这些科技公司已经跟他谈了 三个星期 最简单的讲 川这个特朗姆 他要肯定 这个TPPA的国家 12个 包括这东亚的国家 包括 这个澳洲 加上越南 加上印尼还没进的 印尼也要进 那么这个印度 这次一包起来的话 他几乎控制了东亚 除了中国 在中国 可以在贸易上被包围 而且中国本身是 去年开始才减少他的军事的扩展 不然在南海 中国几乎都是敌人 因为中国在南海 几乎是敌人 在这个南亚 就是我印度 巴基斯坦 除了巴基斯坦 是他的几十年的盟友之外 他的特朗姆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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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印度影响的这些国家 他几乎是没有地 没有立足的地方 所以变成他所有的高铁 人民币的外交 都垮台 跟南海是垮台 因为你军事的扩张 跟越南要开战 几乎跟菲律宾开战 当时 现在是合线 马来西亚是比较倾向中国 印尼几乎 每一天都有冲突的事情 那么在印度洋 也是这样很紧张的 在中印边境 印巴边境 都可能发生问题的 所以因为这样 中国面对四面楚歌 北部的北极熊 不是中国的朋友 在东部的印度 日本是中国的敌人 在南部的南海 包括缅甸跟越南 都几乎是对敌的 包括缅甸都是对敌的 在南亚 跟印度的对敌 那么在中非 这些国家大部分要破产 这家中亚呢 这是这个西亚 西亚的地方 就是这个我们叫做中东国家 就是买他的石油 最简单的看了 中国在六七年走的这种 军事扩张 穷兵度武的这种 叫这种手段呢 把自己孤立 孤立 今天呢 看到的后果 所以去年开始 才开始要跟南海 河南海 南交北宫 他目前做中 也是在台海 东海 跟日本的对敌 因为这样呢 这个特朗姆看到这些 他看不到 我也看得到 他的专家肯定看到这一点的 所以他只需要 可确保 东亚的贸易 包括印度 拉起来 就可以包围中国了 那么今次 那点十点再来谈 因为中国暂时也收敛 中国暂时也收敛 所以中国在南海 没有什么扩张 那么就没有看到 冲突的可能 但是在 在这个 这个朝鲜半岛的 南韩的这个特朗 那个 那个 打的 Terminal High Speed High Altitude Anti-Plastimist 这个反导档系统 这个越南 这个南韩 绝对不放手 而且 特朗姆的国防部长 告诉你 Go ahead 他们也正在进行 这是对中国 是最大的威胁 所以因为这样呢 因为这样呢 我看到形式呢 中国人的反应 其中一点就是 和他的权力斗争 这个习近平是否能够掌握 十九中权 他掌握不了的话 中国里面不稳的话 对外就可能有很多 不需要的冲突 这些冲突甚至 伸延到南海的话 那么中国的贸易 中国的外交 几乎就要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这不在外面的影响 而是过去80年来 37年到现在 1937年到现在 中国的外交呢 很多是内部权力斗争而左右 因为这样呢 我对中国没有信心 也就是说 习近平今天 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在南海 在东海 随时会跟美国冲突 也因为这样呢 中国的贸易呢 中国的外交呢 包括人民对 他的基建 他的一带一路 都是自然 是中国的破产 几副破产 这些我已经写过了 这个看法比较准确的就是 中国的权力斗争 没有人能够议策 美国的这个总统改选呢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 谁是坏人 谁是坏人 谁搞到什么东西出来 好像今天的特朗姆 大部分他的东西 我们都看穿了 但是可惜 中国人好像不明白 但是他们的反应就是 用核子武器 这是莫名其妙的东西 好 那今天感谢何博士 跟我们做这个分析了 因为这个跟多 可以吗 可以吗 会太过牵强吗 我的看法 不会 怎么敢说牵强呢 当然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看法 因为每个人对这些分析 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你有你的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information也不同了 第一点我一定要讲的 就是中国的宣传 多余 多余报道 你看凤凰台 你看环球 环球时报 你看中国CCTV 你看这些东西 我可以讲一句话就是 宣传多余报道 这点我绝对可以认同 因为毕竟 也因为这样呢 我们许多看中国的人呢 都从这边取得资料 所以他们也是 多数是亲中国 是 认为中国不会倒 认为中国很强 他们看不到 中国真正的面目 包括许多的中国人 都不相信 他们自己的宣传 我是在外的中国人 能够把钱拿出来 在外的中国人 因为这几个月里面 我常常到 毕贵园附近的 Medini 跟很多中国的投资者 投资者 不是投资家啦 跟他们分析中国的情形 他们感到很奇怪 他们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 那么他们认为 他们有一些同意 有些反对我的看法 但他问问题的时候 讨论的时候 我也提出来 他们的这些看法 所以我讲一句话就是 中国的报道 中国的这些 中国官方 或者非官方的这些 媒体 包括他的网上 是宣传多过一报道 是 好的 那今天感谢你了 何博士 下次我们再跟你聊一聊 谢谢 好 再见 其实说到这个点上 我们有一些必须 就是要说的 就是说什么呢 何博士说的 确实有他的道理存在 毕竟在中国内部 他们确实面对一些问题 是他们会把这个问题 盖上来 他会让你知道 那而且是这些媒体呢 基本上他们报道的都会 他们也不敢随便报道 应该这么说 所以呢 他们确实是 就是等于是说 怎么说呢 叫什么呢 刚刚说 怎么多一报道了 那个用字 就是他们 他们的其实是一个宣布 一些什么东西 是多一 他们是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 总之就是 其实他们这个政府 跟媒体上是有合作的关系 那也只是一面宣传去报道 宣传 就是宣传式的 然后就是 一直在说好东西 那其实这个中国 他做这些到底 其实有没有一个实质性的 这些效应呢 但我自己倒觉得说 中国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对 即使如果像刚何博士说 他们用了采取一个方式 就是先丢核弹 来给你一个下马 我也来恐吓你 但我就觉得 其实别忘了 在中国有那么多年这个文化 孙子兵法到今天为止呢 很多国家都还在运用着 包括一些大国 甚至美国都在提倡研究 这个孙子兵法 对 换句话说 孙子兵法是哪里来的呢 是中国来的 别忘了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一定有一些 一些应对的兵家政策 一些方式 可能我们没有看得很明白 或者我自己本身 可能也没 我没有看得很明白 可能我在坐井观天也搞不好 但是从一些 我收集上的一些资料来看起来 其实中国本身 他在做的一些东西 是看起来好像 你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 就像何博士所说的 这种分析方式 你看到 好像已经前途继穷了 没什么好处了 就直接把那个核弹就先丢出来了 最强的武器 我们怎么知道 中国还有没有更强的武器在背后呢 当然你说他科技的发展 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今天你说你能想到 现在中国人把这个太空人送上太空去了吗 等等这些 你没想到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就把这个太空人送上太空去了 所以我说有很多东西 可能是就像刚刚提到的 媒体只做宣传不做报道 那里面的东西发展成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物点 我们常常有误解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那除了中国之外 我们别忘了 就是在东亚这些国家里面 我们应该提到有日本啊 韩国等等 是没错 看起来好像他们都往美国靠拢 但是别忘了 中国作为他的邻国 美国是那么远的一个国家 有时候如果发生事情的话 盐水救不了近活 我即使当作在多年前呢 普京呢和这个中国 确实中国可能有违约了 就让普京他们陷入 就让俄罗斯陷入一个难堪的这个局面 但是我还是会尝试去解读 虽然说俄罗斯说没有必要解读 但我会尝试去解读 为什么俄罗斯今天呢 他还是会发放消息 这个消息不是中国方面发的 是俄罗斯的外交部发出来的 他表现出一个反映出什么现象呢 是不是就像我刚别给我说中了 就是普京就是可能就拿住美国 对他的这个好 来对中国进行一些谈判 可能他想获取两边的这个好处 因为我们说到一个现实 回到一个现实层面状况 就是说钱和贸易利益 才是最主要的 他才跟你讲什么道义好不好 你当初不跟我讲 就是你中国 你当初不跟我讲道义 对不对 你违约嘛 对不对 好没关系 我不跟你计较这个 现在情况是 有有我背后有一个 美国 美国要搞大美国主义的人 而且他们现在这种TPP来围攻你 这个贸易围攻你 所以你有什么打算 怎么呢 你有什么打算 你是不是要跟我们来配合一下 有什么东西 我们坐下来谈谈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 因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 他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回到一个现实状况 如果我们的前提就是说贸易和利益才是最主要的时候 对 那其他的关系都是假的 当然了 这个东西 都有的谈 对 都有的谈 都有的谈 而且别忘了你看 这个虽然说 这个川普他寄了这封信给这个 这个谁了 习近平 是属于一个可能表面上的一个友好政策 什么样都好 这可能也是一种兵家策略 对 他就是先给你就是声东忌西啊 你看不到我 现在对你好到背后我插你一刀 对 你也不知道 你以为我好了 我真的觉得啦 这个川普呢 他真的是 他今天就是一套 他明天就是一套了 你抓不到他要玩什么东西 他碰弃这个中国说你玩这个贸易游戏啊 然后又说你把钱炒黑了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明天呢 他又再寄一封信给你 然后就是跟你说 这个我们的这个关系还是很好的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中国呢 也拿他没辙 我如果是根据向泽的说法 如果是真的 所有的国家都卖美国的账 而不买中国的账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都会以后都要靠美国啊 但我想说 这个可能性不是说没有 但是它存在着一直变数 而且如果要真的是大家都买美国的账的话 我绝对有理由相信 每一个买美国账的国家呢 心里都怀着各怀鬼胎 包括日本 包括这个韩国 包括印度 等等等等等等国家呢 大家都各自心怀鬼胎 那这个鬼胎对美国有没有好处呢 美国可能他不理你 他觉得现在我有这个好处 我先把这个中国先压下来 然后我就能够踩在他的尸体上面 走上来站得更高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异想天开 我就说了 不是那么容易 你要制服一头大象 对 这个人家都说过了 中国是一头还没有苏醒的 这个不是大象 我觉得应该是恐龙 是T-Rex好不好 对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压制下来 除非你本身也是King Kong 我相信美国基本上是King Kong 那King Kong也不一定能够赢了这个 T-Rex 那你搞不好不是T-Rex 他是Godzilla还是怎么样呢 我没看过就是想想 我倒想看看 就是Godzilla和King Kong打架会是怎么样 那当然Godzilla是日本的啦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了 就是 当然你可以有自己 你有你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角度 因为我们接受的资讯都不一样 也没有所谓对或者是错 因为他有些事情没发生 我们做只是一个推测 是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是有更多角度来看待事情了 也许你可以把那个事情摸得更透 那今天非常感谢何博士 跟我们做这个分析了 那今天呢就祝大家 有个愉快的一个周末 明天就周末了 好了 就是假期愉快了 OK 拜拜